大家好,我是Sami 今天是2020年9月22号 周二,现在是上午的9点02分 室外的温度是038度 天气是雨 今天下午的台风可能就要登陆了 现在就是现在开始下雨 我们现在就来学习气扎的 晚上的一个测试的一个课程 我是就是讲打开这个网站 打开这个网站 它有很多的测试的题目 总共是有每一组是30题 我前两天的偷空 就是去做了第一个测试 很多当时都不认识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但是我就是讲会分享给大家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测试 我是通过什么工具来去完成这个测试的 我们把这个第一个 这个上面有介绍 就是讲你要学什么class1,class2,class3,class4 就这四节 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这个驾照是第五级驾照 但是你需要学这些驾照的话 class1就是打卡车的 这个2,3跟4呢 这个是就是讲商业的一个货归车啊 什么东西的 反正就是讲 你学商业的这一块的这些驾照呢 就打卡车的这些驾照呢 你是必定是要去学这个的 学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你首先要通过这个airblock 就是气沙的这个书面考试 书面考试我们现在 反正大家的书面考试 我们中国人都比较拿手嘛 使劲硬碑啊干嘛都可以 我所以说我们大家就 一起来去做一下这个测试吧 我们现在上了这个测试的题目呢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有一段英文过来 大家一看到这一段英文呢 其实呢我不去关注这一段英文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不懂很多字母不知道 当时呢 欧友我是知道的 所以说呢 我就知道这个里面这个答案 就是欧友 就是漏友 就意思说漏友了 所以说我就点点这个 这个就完全是死机硬碑 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这第二题了 我又看到了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就是 意思是说 block就是回嘛 其实就是倒流 倒流的 我知道这个 我就记住这个单词以后呢 我就直接就是点完位 就就是单通道嘛 就是单向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个那个 这个呢就很好记了 这个因为它很很短一个嘛 但是SET你大家都是知道 就是讲最好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最高的这个气压 这个呢就是 但我我就记住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圆的意思 这个单词是圆的意思 圆的意思就是讲 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是圆形的什么东西 我记得好像就是应该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大家就 我是这样一个方法去使机硬碑的 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 其实我是看这里的 就是星期啊 每星期啊 每天啊 每个月啊 就是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 但是我知道呢 反正这个答案里面 三色的答案里面 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每天你都要维护 这个我就有点记不住了 但是呢 这个呢 很好去说 有两个这个你看 40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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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 我是填这个 因为我是记住两个错误的 因为两个错误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是这样通过的 Bitwin2 这个H 这个是就是讲 这个单词我是知道的 就是 Bitwin两个表面 增加的这个 其实就是摩擦力 大家记住这个 摩擦力的单词就行了 其实就这个词乘以这个词 就等于这个 大家就知道这两个 这两个相成 这个呢 我就记住个 Time就应该是 这个 驾驶员的反应 是速度 阿迪生 这个我就有点记不住了 嗯 啊 这个应该是踏板的意思吧 应该是踏板的 Open的就 这个应该是踏板 这个是这个脚踏板吗 这个呢 我是知道的 就是说呢 第一个是前能 第一个是肯定是前能的嘛 前能 这个是 就一个时间啊 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不是少的时间 所以说是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我 我已经就是讲 呃 我不关注这一句话 是什么意思了 我就其实是找到案 找到案就是所有的 就是所有的 你看到一个位置 感觉看到一个 就是讲 呃 后面一个是那个 你把一个前一个后看一下 赶紧 你再看一下答案 这个大家要记住什么东西呢 这就呢 就是讲 这个 就设范的意思 就是讲 已经确认的意思 已经建立的意思 反正你大家记到这个单词 你就选 50% 是 就是讲在一个四华的一个路的表面 反正就是死尽硬背 就是说我这次测试呢 就是90%上 你总共啊 我就总共对了28个 呃 错了两个 呃 下面呢 他是他是有你全部的对错的 这个呃 那你再看一遍 你都可以再看一遍 大家都可以再看一遍 呃 大家要讲到硕是 就是讲呃 不懂吗 其实就是这一页呢 大家可以复制一下 就是讲 用右键去把它全部 全部去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以后呢 大家就多看几遍 或者呢 借助跟我一样的借助 呃 谷歌的翻译呢 就是把它翻译出来 就把它翻译出来以后呢 就你就应该是会记得到 而且记关键词 或者是记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字母 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答案 一个答案词 这样去做 呃 就是就呃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讲怎么去学七杀 七杀肯定是第一步的 而且就是书面考试 书面考试以后呢 我我没有这本书 但是呢 我就想做完这四个测试以后呢 假如说能达到一百分 我做完了这四个测试以后呢 我就去参加考试 嗯 参加考试以后拿到这个七杀通过的证书以后呢 再去找驾驶学校 再去学其他的 看看是怎么去学习 好吧 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